为贯彻执行110年第二次全国同步扫黑行动专案 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和花莲警分局 在专案期间查获了理性角头分子非法经营私仓聊 并且以高利放贷不当债务拘束女子卖淫案 具体减速以理性犯协为首等不法组织成员有4个人到案 为贯彻执行110年第二次全国同步扫黑行动专案 警察以理性主权为首要角头分子 涉嫌以不法组织力量在花莲县非法经营私仓聊 平时透过组织成员媒介吸收 管理女子卖淫提供场所供旗下女子 以每千元新台币一千元不等价格与人从事性交易 本局经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在3月8号持拘票搜索票 在检数拘提理性犯协等四人道案 并且在相关的处所执行搜索 查扣了不当债务所获得的不法利益 还有本票借据 还有阿维他命吸食器等物 另外在这个私仓聊的据点 查扣了大批的保险套 润滑液还有监视器主机镜头等物 全案以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人口贩运重力恐吓等罪嫌 解送花莲地检署申办 本局呼吁民众若有向本案犯嫌借贷高利 遭受暴力讨债 请立即向本局报案 民众若财务发生问题 请循正当管道来解决 切勿向不法的地下钱庄借贷 陷入无底的财务黑洞 民众如果有借贷高利 遭受暴力讨债 也应勇于向本局提出检举与报案 花莲县警察局呼吁 民众若承本案犯嫌高利贷款 以及承受暴力讨债 或招下不当债务聚集方式 从事非资源的行为 应立即向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增三队报案执任 另外民众若财务发生状况有问题 应该寻求正常管道咨询解决 切勿向非法地下钱庄借贷 陷入无底洞的财务黑洞 导致家庭破碎 若因为高利贷遭到暴力讨债 应有意向警察机关提出检举报案 以免持续遭受地下钱庄不法破坏的情势发生 记得就会花收到